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招招分享礼物的时间 然后呢 最近又收招了一些小礼物 给大家看看 都有哪些好玩可爱的小东西吧 今日的OOTD 一小铃和一个花边小上衣 然后我就配合着 双了一个侧边的马画片 是不是觉得还不错 我今天设备升级了 我现在又打环灯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小礼物是什么 是我的好朋友 好溜咖啡 大家都不陌生吧 我不是进组了吗 进组了以后拍戏 每天喝咖啡就成为我的日常 因为早上我们需要喝这种黑咖啡 来消肿 为了更好地上镜 所以无论是男女演员 其实都很需要早上来一杯咖啡 来一杯Hi-6精致冷脆冻干咖啡 能够快速地消顺手 而且它是那种 零折糖 零脂肪 不负担 在运动之前来一杯黑咖啡 也有助于你染指 为什么我最近特别喜欢这种 冷脆冻干咖啡呢 是因为它的支架比真的非常高 演员出差呢 因为咖啡的需求量比较高 然后呢 又经常会出现到一些 买咖啡不太便捷的地方 你也不能保证24小时身边都有热水 所以喝这个就很方便 它是48小时低温萃取 更好地还原了咖啡的风味 然后它又是冻干咖啡 冻干是什么概念呢 这种技术生产出来的咖啡 它可以实现三秒内冷热水速溶 我现在就是接了一杯凉水 冻干咖啡 三秒速溶 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这个陶瓷杯和跨年晚会是同款 还有这个咖啡 它俩都是跨年晚会的同款 第二个礼物是一个香水礼盒 是我们的老朋友的 柯尔 这个是柯尔要我女士香氛 它这个香氛有三个关键词 优雅 感性 还有璀璨奢华 哇 我好喜欢这个瓶子 你们看它是这样的 就是那种很countryside girl的感觉 好漂亮 它就很甜甜的女士香水 是那种玫瑰的分方 玫瑰基调的 而且能感觉到它的层次感很丰富 它就好像是一个很清新的一个女孩 走在一个花园之中的那种感觉 有很多花香 但是能闻到有大片的玫瑰味 玫瑰花园的感觉 我最近特别喜欢研究香水 因为它那个香水有时间久了 每个前调中调后调给你呈现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很好闻 然后是第二个香水 它叫做 春雨仙境花园系列香氛曼金香烟 它又是他们家香水的经典的一个造型 我感觉很适合我今天传达的那种 田园女孩风 这个有点像木质料的香料 好好闻 小姐也推荐这个 我好喜欢这个味道 它的这个关键词是 优雅 紧约充满活力 但是它这个木质料香水 和我们平时 闻到的很多的木质料香水 有点不同的是 这个是比较温暖 然后阳光的一种木质料 我觉得更适合女性的一些 它有一种就是那种 橡树独特的味道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然后接下来是第三个小礼物 是我们的老朋友 哥哥 王小鲁 然后这两箱零食里面 还有它的生鲁 烤骨 和烤骨 鸭脚 一一拆取一个星期保 对吧 好香啊 咖啡啡还是那种很好喝过 这点咖啡咖啡的剃骨的声音 口感也很筋道 很贴谈 它是属于那种 鲜甜口的 可以吃出来不腻 它这是烤鲁鸡短 那是生鲁之后在烤的 看那些 小豆腐 里面就是那个鲁汁 跟像熬皮肉一样 它的配料表 是电价烤骨骨鸡 肉很多 稍微加点 特别赖一颗 而且越啃越香 根本听不下来 就这样 吃完理故了 我要去吃零食了 拜拜 小红树